晚熊哥,你連奇唱殭屍都不懂,還想介紹啊! 各位好,我是晚熊哥 那上一次在介紹這一個新卡包的時候 裡面有一張奇唱殭屍這張卡 對,那我那時候介紹就是說 這張卡就是拿來調新的 對,那因為沒有玩10卡 我也沒有特別去收到這張卡相關的一些資料 對,所以我那時候就以為還是來調新的 然後就有那個,這個朋友 不是朋友,就是夥伴 在底下有說,這張卡拿來調新給人家笑死 對,那我後來才發現看這張卡超猛超強 對,那簡單來看一下這張效果 它是暗屬性等級3 那不死俗的協調怪獸 攻擊1300,守備力0 對,那守備力0有什麼好處呢? 它可以用不知火的影者把它拉出來 可是放我方場上的一張不死族怪獸 並發動,從牌組特殊張到一張 手備力0的不死族協調 對,那就可以用贏者的效果 直接從牌組把這一個殭屍拉出來 然後就可以發動效果 好,那為什麼它們這麼重要呢? 因為它基本上簡單來講 它可以堆幕兩次 對,第一次的堆幕是從手牌堆幕 第二次的堆幕是從牌組堆幕 好,所以它的一二二效果一回合都只能使用一次 然後再來它又是協調怪獸 它等級3 那隨著它堆幕的過程中 等級又可以改變 也可以當作是挑釁用的 可將場上的一張正面表示的怪獸 作為對象發動 捨棄一張手牌 對象怪獸等級提升1 所以你可以把一張你的手上卡手的大怪 或者是在目的裡面會發動效果的大怪 丟到目的裡面 然後這張等級就上升1 對,你也可以選其他怪獸上升1 都可以 第二個效果是 可將場上的一張正面表示怪獸作為對象發動 也可以選它自己 從牌組將一張不死足怪獸送至目的 然後對象怪獸等級提升1 那你剛剛已經送了一隻大怪了 那你看你第二次你要送你要送什麼 你可以送譬如說馬頭鬼 譬如說或者是那個叫什麼 牛頭鬼這一種可以幫助你在目的特招的 你就可以把剛剛那個大怪跳起來 對,然後再加上這一次裡面還會有這一張卡 叫做獅斑 那這張卡簡單來講 它的第二個效果是最重要的 可將場上目的的此卡除外發動 從手牌或牌組將一張不死世界發動 只效果在對手回合也能發動 那你可以利用剛剛的這個殭屍 把剛剛送目 因為你可以送兩張 一張從手牌一張從牌組 你可以把這個班師送 班西送目之後 然後你就可以在目的除外 二速的發動我們的不死世界 然後當變成不死世界一發動的時候 這個不死族的這一張大怪就有很強的效果 那這張大怪的效果是 那可在這一張卡以外的不死族怪獸效果發動時 那個適用一下效果 也就是說當大家都變成不死族的時候 那連對方也變成不死族的時候 就會就可以一起適用 好 他說 此回合 意思是 適用以下的一個效果 就是 無法透過這張卡的效果 適用相同的效果 然後他的意思就是說 譬如說這張卡以外 還有其他不死族效果發動 譬如說我方目的的 這個馬頭鬼發動效果的時候 那就可以接這張卡的效果 或者是對方發動效果也可以 因為對方因為不死世界 也讓你變成不死族了 那你也可以直接這個 試用這一張大怪的這張效果 好 那可以用什麼效果呢 那將該效果變為無效 或者是 將我方或對方場上或目的的一支效果 除外 所以你只要發動一個效果 對方直接除外 笑死 而且是場上也可以除外 對 好 第二個效果是 在死卡正面表示存在於場地區的情況下 可在雙方的準備階段發動 以守備表示特殊召喚目的的死卡 所以如果只要有場地卡 那場地卡不外乎可能是不死世界 或者是對方的場地卡 你都可以在主要這個雙方的準備階段復活 對 所以有了這一張僵屍之後 你有很多的手段 第一個 你可以把這一個 這一張先丟到目的 然後拉不死世界出來 對 那你也可以把這一張丟目的 然後有不死世界的時候 他就可以在準備階段復活起來 對 當然你可以把馬頭鬼丟到目的 幫助這個大怪特招上來 都可以 他的效果就變得非常的靈活 所以我只能說 騎上殭屍讚啦 好 我們來隨便示範給各位看 殭屍馬頭鬼 跟這一張只有一張 所以我就用帶用牌子 好 我們就來 隨便也是給各位看囉 好 首先抽到 騎上殭屍 那如果有贏者的可以用贏者 那騎上殭屍就下嘛 好 那我們先來 示範這個好了 先發動騎上殭屍的效果 把自己等級提升1 然後 就可以丟你的一張牌 那通常是把比較大的怪丟到目的 因為大怪有時候會卡手 然後接著再發動第二個效果 好第二個效果是 一樣是把場上的怪 一張怪獸等級上升1 然後就可以堆目 那這時候堆目通常會堆什麼 就堆碼頭鬼 對 如果 你目的已經有碼頭鬼了 看你要不要用其他的 這個 譬如說 這個 這個班西就可以拉不死世界 那我先拉這個碼頭鬼好了 或者是先拉不死世界 這個也可以 因為這一張卡 他在準備階段會復活 嗯 其實都可以啦 對 那就看一下怎麼用 呃 我覺得先拉這個班西好了 好 那利用班西的效果 先把不死世界 特招到場上 那雙方都變成不死足 然後等一下準備階段 我們就可以特招了 好 這個不死的王 只要場上有場地區 有這個卡 準備階段就可以特招上來 那這張卡的效果也 他媽超強 但是手被特招 幹 好 好 那這時候就可以發動 是否使用巨石 的什麼什麼什麼 巨石鬼捷拉效果 這是手坑啦 對 那不重要 欸 好 然後 除外的時候 再特招 欸幹 這張是很猛的手坑欸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我怎麼沒有 我怎麼遺漏掉這一張了 在我方場上的不死足 因戰鬥效果被破壞時 可將手牌目的的此卡 除外做而代替 可在此卡 從手牌目的被除外的情況下 以手杯表示特招 所以 所以 如果對方打過來 給你的時候 你就可以 從手牌 將他出外 出外的時候 又可以再特招 可以擋一次又可以再特招 幹 好猛喔 好那這時候 又可以繼續發動僵屍的效果 那看你要怎麼弄都可以 那一樣先堆 好那因為我發動僵屍的效果的時候 就可以連鎖我的死靈王哈德的效果 那死靈王哈德就是 就是剛剛講過的嘛 如果在他以外的不死足的效果發動的時候 就可以選擇以下效果發動 可以讓他發動無效 或者是將對方或我方場上 或目的的一隻怪獸除外 那我們當然是選除外啦 發動 那就給我除外 笑死 好那一樣我們捨棄這張幾百卡 好那我看要怎麼弄哈 還有第二次 那一樣我們來堆碼頭鬼 好一樣提升等級 然後把碼頭鬼丟到目的 等一下就可以把它復活 好那現在因為場上滿了 那我們先來做個link好了 隨便做喔 欸他會除外嗎 欸那你看剛剛的那一張送到目的 他等一下又可以帶破 好猛喔這個 這張滿猛的 他是 場上的不死因戰鬥效果被破壞時 從手排目的 將此卡除外 作為代替 其實不錯欸這張 好 然後被除外又可以再特招 好那我們再利用剛剛 丟到目的的碼頭鬼效果 來蘇生 你看你要蘇生殭屍 還是蘇生什麼 但是殭屍的話就要下回合才能再用 因為他一回合只能限定一次 那我們就再把死靈王拉上來 欸幹他還可以再發動 第二個效果一回合只能 但是第一個效果沒有限制 三小 有那麼猛 還可以用 幹好猛喔 好猛 欸沒有啦 只能用一次 笑死 啊自己無效掉自己了 等一下 卡明的二效果一回只能使用一次 欸 他寫的實在太老口了 所以導致我都判斷錯誤了 他是說 適用以下其中一個效果 那此回合無法透過我方的死靈王 德哈蘇拉的效果 適用相同效果 所以他的意思應該就是 你 可以用一次無效效果 可以用一次除外效果 應該是這樣 對 所以我不小心康到自己了 但沒有關係 就是舒服 好 那我們就幹過去吧 幹爆他囉 欸目的還有 這張卡又是怎樣啦 茨卡存照於目的 與我方主要進入那方動 挑選我方被除外的一隻 不死除怪獸 返回到牌族 並將茨卡 蓋牌與我方場上 那從蓋牌的茨卡 從場上離開被除外 那我們就把這張返回到牌族 好 OK 那就開幹 好 所以 還蠻簡單的 對 我覺得不會到 這張卡真的很猛 這張奇套殭屍這張卡 幹他媽媽超猛 這張卡就是可以讓你很快的出這一張 然後這一張的話 他可以在對方發動效果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無效 或者是還可以除外對方 然後在準備階段的時候 是可以 這個 跳上來的 只要場地有場地卡 那怎麼樣有場地卡呢 就是要搭配這一張 幹他媽去哪裡 這一張 這一張 班希可以拉出不死世界 然後這一張手刻也不錯 我覺得 這張可以防戰破或效破 然後還可以被除外 又可以再蘇生回來 好 那以上就是我補充上一次我亂講的 這一個 奇套殭屍 那我上次亂講 真的很抱歉 對那現在補充回來了 我要來去吃拉麵了